大家好,我小雷 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宝马摩托跌峰作品HP2家族 分别为全技术发动机HP2越野接车仿赛 宝马的HP代表高性能,二代表对峙双钢 比如HP4就是高性能四钢 初代的HP2发布于2005年 是一台基于宝马有鸟打造的越野赛车 主要强调更轻、更灵活、更勇动 可以说宝马慕尼黑工程师将25年越野赛车开发成果 却不安装到了这台HP2越野赛车 但非常遗憾这辆摩托并没有火 从2005年到2008年总共生产2900台 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太贵 第二是故障率太高 作为一台干粗活的越野拉力赛摩托 用了后气动节正器 加上全技术发动机轴传动 取消了平衡轴 后气维护成本非常高 但是并不影响它是一台好车 当年虽然很贵 但到了津贴 更有收藏价值也更便宜 它用的是一台油冷加风冷1170cc 四重程堆质窗钢发动机 煤钢四个起码 最大马力7切转爆发105匹 最大扭矩57500转爆发115牛米 使用6速bip箱干式利克器 座椅高度920 装备总重量196公斤 油箱容量13升 0百加速3.2秒 当年最高时速210公里 使用了钢管车架 百公里油耗6升左右 没有ABS 没有转速表 没有主车架 没有乘客脚踏 行李架和电控系统都没有 有的是暴雨卡切 WAD倒置节症 美制器杠盖 防摔扭脚 铝制车把 还有宝马迎翼为傲的 发动机性能和越野性能 以及它的急速 可以跑到210公里 当年它的对手是KTM950 似乎惊天来看 当年KTM950更胜一筹 另外这个类型的摩托 玩的是可靠性 所以功能少一点也正常 毕竟2005年也没有什么功能 最后它的机油 幼加20W50 后期2006年 宝马推出了HPL接车 它的马力 扭矩 车架 都没有改变 依然使用了 马祖奇WAD倒置切差 不同之处在于后解症 更换了欧林斯 电子学家AK排气 足以高度降到了890 整倍重量196公斤 0百加速3.2秒 最高时速215 这辆摩托相当于 滑胎与街车的结合体 拥有更灵活的操控 和出色的优马反应 但是很遗憾 这辆摩托也没有火 随后2007年 宝马推出了HPL仿赛 是目前这三款车里面 销量最好的 它的发动机 远自于宝马172RS 是一台风冷加油冷 1170cc发动机 最大马力8750转 爆发130匹 最大扭矩6切转 爆发115牛米 使用6速绿布箱 干式离克系轴传动 座椅高度830 装备总重量178公斤 0百加速3.1秒 最高时速248 这台发动机 是宝马历史上 第一台量产的 双紧质托轮轴 水平对质双缸发动机 也是第一台量产 使用赛车型 快速换挡器的摩托 可以无需松开油门 实现无力和换挡 搭载摩托GP的仪表 锻造龙骨 爆于卡前 独立开发的欧林斯 前后雪架 为猪排气 完全可调的脚踏板 刹车杆 变速杆 另外可以学配ABS 电子雪架 轻力控制 可以说HPR 就是一台量产的 GP赛车 它的仪表盘 可以测量单缺时节 设置换挡时节 且刹车和离合杆 配备的镜像是主缸 可以通过调节按钮 设置单直接操控 车把的高度 也有两个档位 可以调节 且解针阻尼的调节 在由箱盖前面 可以轻松转动 尾处排气 配备的压力控制法 可以增加低转速扭矩 发动机护罩 整流罩 都使用碳鞋为材料 至于压弯的时候 会不会磨到气稿 从专业骑手的骑行来看 有可能 准确点来说 可能对压弯角度有限制 这三辆摩托 我们国内都有水车 不过只可以收藏 不可以上路 就聊这么多吧 随机视频 哪里不对 多多指点 感谢观看 拜拜 再见 大家好 我下来 今天的视频 聊起猎气车型 一台可压弯的 电动封闭式踏板摩托 来自荷兰 卡夫S加 大家可能想的和我一样 这明明就是一台三轮汽车 怎么可能是 电动踏板摩托类别 但你仔细想一想 宝马CE和本体步道温 如果做成全封闭的 就是卡夫 再结合每个国家 法律不一样 比如美国的佩拉韦斯 用的宝马发动机 就被定义为机舱式摩托 而不是汽车 所以摩托驾照 就可以驾驶 而卡夫则被定义为 电动封闭式踏板摩托 或者封闭式窄车 在荷兰及部分欧洲地区驾驶 只需要年满16岁 不需要驾照 因为它是电动的 也不用佩戴头盔 因为有安全带 可以享受免费停车 防风防雨 有后备箱可以承载俩人 而且欧洲最野格的画风 卡夫也只是被定义为 轻便型电动封闭式摩托车 这种车型的出现 就是为了缓解交通压力 有更窄的车身 介于电动摩托和汽车之间的产物 其实我们国家也有 就是图片这个样子 欧美国家也有 而且种类特别多 另外卡夫其实出现的很早 起初是燃油车型 用的四缸660cc 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高时速185 但是早期的卡夫频频出现事故 所以从2017年开始 改为了缺跌动 而且分为两个型号 一个是货用版 专门为快递约和送披萨设计 一个是卡夫普通版 续航力乘100公里 急速45 舒适版续航力乘130公里 急速45 S加型号续航力乘100公里 急速80 它的设计亮点 就是动态车辆控制系统 结构类似于宝马CE和本田布导温 只是卡夫使用了 电控主动倾斜装置 倾斜角度 可以根据转向和速度无缝调整 它的最大压弯角度45度 而且停下车 也可以保证车辆不倒 你也可以在驾驶舱通过按钮 左右调整你想停放的车辆姿势 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让你有开汽车的驾驶感觉 同时不失去摩托车压弯的乐趣 它的电机电池与车身是分开的 这个黑色盒子 里面装的是电池 用的是三星磷酸铁锂电池 电池容量5.3到7.1千瓦时 最大功率6千瓦 约等于8.1匹左右 这个橘黄色线 是它的可声缩充电器械 前面这个电机是它的倾斜电机 倾斜电机下面 这个银色盒子 是它的充电控制器 其实外国的东西 你稀看下来也就那样 左右车轮 各配有一个2千瓦的龙骨电机 总功率4千瓦 车身长度2米89 宽88厘米 高1米49 整背重量330公斤 最大载重500公斤 充电时间6小时左右 使用快充一个半小时 使用方向盘驾驶 没有安全气囊 有三点试安全带 车架是一个拱形钢管车架 标配动态驾驶模式 驾驶模式 分为用动和舒适 区别在于倾斜角度的灵敏度 以及反应速度 也配备音响与刮器空调系统 列动升降玻璃以及敞篷模式 后备箱容量75升 如果是货用版取消了后座 它的后备箱容积有500升 目前卡佛售价12000英镑到15000英镑 这个价格包含上牌 折合人民币不加税10万到12万5左右 真是没想到这么贵 就聊这么多 把列个起 哪里不对 多多指点 好的 大家好 我是小雷 上一期视频 我们聊过了精诚 Adiva ADE 而今天我们在铁肯 聊期升级版Adiva AD3 有关Adiva的品牌介绍 我们在上一期已经发过 它是一台可缺跌后骑行的摩托 但是不可以和汽车相比 但是比较普通踏板车 它有更宽大的风挡 包括雨刷器 顶膨 更好的舒适度 更好的稳定性 更好的承载能力 包括舒适的后乘客靠背 不开歪笑来仗讲一点 让你们养晓得我总是扫溜溜的 另外发ADE的时候 有个网友评论 说他不敢买他们的城市 乘惯到处拆摩托的顶棚 这位兄弟 精诚Adiva在国内 是可以正常上派上路 所以他的顶棚是合法的 我们的评论区摩托 经常出现人才 聊国产车不敢买 怕生锈 聊日系车不敢买 买的是卖国贼 聊欧系车不敢买 故障率太高 剩下的国产车都不敢买 生锈断头 开缝漏油 这位大佬千万什么都不要买 千万要不忘初心 因为这太可怕了 我们一定要把吊打 碾压 看个乐子 有营养放在嘴边 这样沟通才越来越有乐趣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这个类型的车 其实有很多 比如宝马CE 但是宝马CE的顶棚 没有做到可拆卸 也有本体的不倒翁 但它的顶棚也不可拆卸 除了这俩台 另外一种叫机舱式摩托 比方类型体 包括佩拉维斯 佩拉维斯 我们此前发过视频 相比而言 这个类型在国内 你可以买到的 只有Adiva 它用的是一台标志的水冷 399cc 四重乘四气门发动机 最大马力77250转 爆发27.4千瓦 最大扭矩5500转 爆发38.1牛米 座位高度700起 干种257公斤 油箱容量11升 用了CVT无级别速 所以它的马力 相当于37.2匹左右 这款车售价7万9千8 相比普通踏板 它有更宽大的切挡风玻璃 包括俩状设置的清洗功能 包括雨刷器 这个切挡风一直野生到车把 可以有效的避免雨水 抢风包括飞驶 它的切学甲 用的是独立插鼓设计 可以在弯道 包括急刹车 提供更出色的稳定性 同时跌波路面 崎岖路面 也可以提供更好的舒适性 前轮鼓使用的 铝制网格设计 标配红色卡铁 用动感十足 除此以外 整车长是2米1 高是1米7 宽是82厘米 它的轴距是1米5 这两个小捏墙 终于到地方来 是不是要感受一下 阿迪瓦的风雨无阻 哎呦我去 那那个带稿 那倒是暴风雨 来凉切的掌招 好像有这个意思 他们要打铺卡 我们会下一个频道 看那个手不老实的 那个大主题子 另外它的顶棚 是类似于跑车 可拆卸折叠式设计 取开前面的卡扣 折叠起来 可以放到后备箱 平时不折叠 后备箱可以放两个缺盔 这根据实际需要 你可以自由选择 这种可拆卸设计 的确要更实用一些 它的车把下面 配备有两个USB充电插口 包括一个巨大的 前置储物格 因为这台车 座椅下面 储物空间非常小 机械钥匙左边 是一个双闪按钮 用的是两个模拟仪表 中间一块LCD夜镜屏幕 车把中间 是一个机械式 手拉的助车制动 拉下之后 可以在斗坡和锁死切轮 另外配备脸部 包括腿部的暖风出口 后乘客靠背 头整 包括俩边的扶手 这样的设计 可以给乘客 更好的舒适性 视频最后总结一下 具体提醒体验 大家看一下 实车评测 或者去京城摩托 可以试驾 另外这种摩托 可以有效的 减少风阻 包括雨水 对驾驶月的冲击 并且遮风挡雨 和包裹性也更好 得益于双前轮的设计 女性驾驶月 也可以轻松驾驭 但是我们要知道 它的侧别是开放的 所以不可能做到 像汽车一样 完全的遮风挡雨 能做到这样 且在国内 可以合法上排 已经非常不容易 不过说实话 价格也不低 它的ADE200cc 需要4万 这台AD3 400cc 需要7万多 这台车 目前在外国 卖的还是非常火 尤其东南亚地区 包括欧美地区 对于国内来说 更多摩托也在慢慢接受 就聊这么多吧 哪里不对 各位车主多多指点 感谢观看 拜拜 再见